想象一下你对着AI说 帮我规划东京三日游 下一秒行程表就弹出来了 杂乱无章的文件夹 AI三秒钟就可以给你分类的明明白白 最夸张的是 AI还能直接用设计稿生成网页 搭建知识库 群发邮件信息 分析股票 这些不是科幻电影 而是2025年 每个普通人都能用的 MCP超能力 你可能在各种科技新闻里 听过MCP这个词 但总觉得它离自己很远 今天我要做的就是 亲手撕碎这层神秘面纱 用你能听懂的大白话 看看MCP到底怎么样 可以让你工作效率翻倍 学习开挂 现在就跟上我的节奏 10分钟后 你会发现自己站在了AI应用的最前沿 首先MCP到底是什么呢 MCP全称Model Context Protocol 中文叫模型上下文协议 这是开发Cloud的公司 在2024年11月认出的一颗重磅炸弹 官方定义可能让你听得一头雾水 提供标准化方式 让AI提供外部服务 通过上下文指示 决定工作使用顺序和工作流程 停 我知道你现在表情肯定像这样 别急 我用人话翻译给你听 想象一下 MCP是AI界的万能翻译官 它制定了一套所有AI都能听得懂的普通话 让XGBT这类大模型可以直接和数据库 代码库 浏览器这些外部工具对话 网上这张很火的图就比喻的很形象 MCP就像电脑的拓展物 几个生动的例子 你现在要剪视频 但素材分散在U盘硬盘和SD卡里 传统方式 您得找各种转接头 Type-C USB口来回切换对吧 但有了拓展物 所有设备只要通过一个接口就可以全部搞定 MCP干的就是这个事 他把AI需要调用的各种工具 像天气API 邮件系统 股票数据等等这些 全部整合到一个接口里 再打个比方 就像当年秦始皇统一度量痕一样 以前各国的计量单位乱七八糟 现在MCP就是给AI世界制定了统一的工具调用语言 从此以后 不管什么AI模型 想要调用任何外部的服务 都说同一种语言 效率直接翻倍 而且这样的变革不止于生活场景 在职场上可以自动处理OA流程 智能安排会议时间 甚至直接调用数据库生成业务报表 开发者们更是迎来了春天 再也不用为每个AI应用重复开发接口了 MCP就像给整个AI生态装上了标准化的插头 这不仅仅是效率的提升更是一场工作方式的革命 那了解了基础概念 接下来我们就拆集MCP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整个系统里有三个关键角色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家高级餐厅的运作模式 首先是最显眼的MCP Host 就像餐厅的前台服务员 目前支持MCP的主要是像Cloud ChatWise Terry Studio这样的聊天AI 还有Cursor Winsurf这样的编程AI助手 他们直接面对用户接收你的各种需求 然后是幕后的MCP Server 相当于餐厅后厨的各种专业厨师 每个Server都精通特定领域 有的擅长搜索信息 有的精通文件管理 还有的专门处理邮件发送 最后是最关键的MCP Client 就像餐厅的传菜员 他负责在前台和后厨之间跑腿传话 把AI的需求翻译成标准的指令 再把处理结果原汁原味的带回来 我知道技术概念可能听起来还是有一点抽象 没关系 接下来才是最精彩的部分 我会手把手教你配置MCP环境 并且演示几个真实工作场景中的应用案例 那说到MCP Client的选择 那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不少支持MCP协议的AI应用了 今天使用的是Tree 这是一款完全免费的AI编程工具 它不仅具备媲美Cursor的AI编码能力 还集成了对话功能 最关键的是它刚刚上线对MCP的完整支持 那关于Tree的详细介绍 我之前做过一期深度测评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Tree的下载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说明栏中了 那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 建议大家直接下载国际版 因为只有这个版本才内置了Cloud的模型 另外如果你已经安装过Tree 请务必要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因为MCP支持功能是最新加入的 旧版本可能会找不到这个选项 那在正式开始配置之前 我们需要先准备好两个工具 UVX和NPX 安装过程其实很简单 首先我们去这个官网下载安装包 那安装完成以后 在中端输入node-v和npx-v检查版本 如果它输出版本就说明你是安装成功了 接着我们再去下载python环境 最后再用这行代码去在中端里安装UVX 那如果这些步骤听起来有些复杂也不用太担心 Tree的官方文档里有非常详细的图文教程 大家跟着操作就行了 好了 重头洗来了 打开Tree后点击右上角的用户图标 进入AI功能管理里的MCP选项 这里能看到我已经配置好的几个MCPserver 点击添加按钮呢 你就会进入Tree内置的MCP市场 这里汇集了各种常用的MCP服务 而且很多都支持一键式配置 比如这个GitHub的MCP 只需要点击Hill登录 生成一个API Key 复制粘贴过来就完成了 整个过程不会超过30秒 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MCP生态的发展 现在已经出现了专门的MCP聚合平台 比如MCP.so和Smithery AI 它们的使用方法也很直观 在左侧输入必要的API信息 系统就会自动生成对应的Json配置 把这个配置复制到Tree的手动配置界面 稍等片刻当看到这个绿色指示灯亮起的时候 就说明你的MCP已经成功接入了 好 现在我们配置好了MCP 接下来就是非常有意思的实战环节了 MCP到底怎么用 我这里分享三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 第一个场景就是做旅游规划 大家看这个旅行方案和普通AI生成的有什么不同 其实它整合了高德地图的实时数据 景点间的交通方式 精确路程时间 门票价格 所有信息都一目了然 要实现这个功能 我们就要配置高德地图的MCP 如果你在海外的话 也可以用Google Map原理都是一样的 打开高德开放平台官网 通过支付宝进行登录 后面基本上一步步安指示操作就好 接下来我们要创建一个应用 点击应用管理我的应用创建新应用 随便填应用名称 类型选择出行确认新建 然后点击添加key 名称随便填 选择web服务 勾选同意提交即可 提交以后就会看到这样一串API key复制下来 然后打开mcp.so 在这里找到高德地图的MCP 点进去以后 在服务器配置这里有一段专线代码 复制下来 用我们之前的方法在tray里添加mcp 那这里的API key 记得要替换成之前我们在高德官网里 申请的那串我们自己的API key 然后完成就好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输入prompt 用高德mcp做杭州一天旅游指南 AI就开始一步步执行啦 这就是他给的结果 那接下来呢我们让他再生成一个旅游指南网站 现在请把上述旅游规划以HTML网页形式展示 使用简约网站风格 看这就是结果啦 如果你有更多的要求 比如这些都可以直接告诉他 第二个场景呢就是检索和下载论文 如果你想要研究一个领域啊 论文是很好的入口 现在呢只要通过这个mcp 就可以快速查询某个领域的论文 并且要获得可以自动下载的pdf版本 在这里呢我找到了这款软件的json代码 直接复制就好 先建好以后呢我们在聊天框里 让他查找最近浏览量最高的 史篇AI领域论文 然后啊可以看到他就叉叉叉 给了这些论文的标题 作者窄咬和下载链接 是不是很方便 第三个场景呢就是自动整理文件夹 接下来这个叫desktop commander的mcp 简直是整理狂的福音 只要告诉他按类型分类整理 下载文件夹 杂乱的文件夹瞬间变得紧紧有条 那除此以外呢对于程序员来说 这款mcp还有这些应用场景 都是可以直接提升你的工作效率的 那除了以上三大场景以外 mcp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应用 现在光是这些聚合类网站上 mcp server就有几千个 所以今天的视频只是抛砖淫浴 更多工具的玩法还需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动手去试试 那大家最想了解哪个场景的详细教程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哦 如果需求够多 我可以再出一期深度测评 所以别忘了点赞关注订阅我哦 这样我就知道你对这期视频感兴趣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